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董一向好喜欢变魔术 还被取笑是被唱歌耽误的魔术师 他在后台等开show期间 就直接表演将清水变成红酒 五月天个个都拍烂手掌 大家一起开心迎新年之余 都有回望2021 尤其成员怪兽 他说过去一年特别难忘 因为他多了个新的身份 多了个使命 就是做爸爸了 怪兽还公开了几张自己抱着女女的温馨相 看到BB眼睛滚滚滚的 真是好有趣 而怪兽太太 都不时在社交网站postBB相 好像上年怪兽生日 禁桥亦都是女女满100天的日子 他就宣布女女的名叫永永 其实怪兽和太太 在2015年年底登记结婚 两夫妻一向都很低调 就连怪兽太太怀孕的消息都没什么人知道 谁知道上年9月20日 怪兽一来就宣布做爸爸 大家都觉得很惊喜